我是安德烈 叫我安德烈 大家好我是安德烈 繼續我們的骷髏少女介紹 痛倫 又叫潘威爾 她的形象就是一個殺傷力強大的恐怖生化人 在上部有稍微提到她的過去 雲敏卡羅爾 是菲莉亞的好友 卻與菲莉亞走向不同的命運 甚至格外的悲慘 等同於是一個被操控的旗幟 在遊戲中的操作就十分特別 她背後的巨大電風扇使她能夠飛行 是這角色的一大優勢 風扇的攻擊手段就不必多說明 十分有威力 還有體內的許多尖刺 都能從身體的任何地方伸出來 把對手串起來 而且具有麻痹效果喔 以上的兩樣東西具備是人造機身體 是被強行直路的 使她可以像大把士一樣的行走 以及那恐怖的瘋火輪 另外釋放怒氣可以增強力量與速度 甚至是利用身體的強化來進行保命以及反殺 至於卡羅爾在變成痛倫之前 究竟經歷了什麼恐怖時間呢 事情就從頭開始說起 0號實驗室 是個反對骷髏之心的實驗室 與其他八個部門一樣 她則是專門研究骷髏少女之血的 當然也做過令人發毛 以及感覺不到的實驗 系統開始運作 實驗台上的生化人 正被裝上一個未知的機械 骷髏少女之血 與她並沒有起排斥反應 相當的契合 糖 香料 還有美好的味道 這些都是被選來製造完美小女孩的必要成分 蛋 仇恨 寄生體 還有骷髏少女之血 這些都會製造出一場災難 已完成 並且沒有反抗的跡象 博士 很好 開始啟動控制程序 上回有提到痛人過去是菲利亞的自由 某些緣故被美利奇綁架 所有被情人皆解救 實際上 是被反骷髏之心實驗室 選中的實驗品 最後成為了布雷爾博士的生化士兵 一切當然是為了得到骷髏之心 取得骷髏之心 帶回靈奧實驗室 聽完命令 紅眼一亮 並開始行動 尋找 骷髏之心 排除 不相看的人是我 雖然行動影節 不過那副可怕的外觀被不少人目擊 當然也包括之後進行的各項實驗 但也因為這樣 他居然回想起了片段的記憶 例如美蒂奇 以及其他的名字等等 美蒂奇 情人節 你 報仇 可能是憑著記憶走 意外的來到了之前的家 楓葉莊 這次的探勘竟然碰巧撞見情人節 此時他正在調查美蒂奇家屬成員的住所 正準備回報給瑪麗 情人節 都是你 保護這副德行 似乎是全都想起來了 嗯 潘維爾 還是該叫你痛倫 不管啦 很高興能再看到你 但是我現在忙得很 所以給個面子 轉過身 回實驗室去吧 此時的他哪會乖乖的聽你的話呢 何況更你可是有點深仇大恨 我去取代你 但斷 你 我沒聽錯吧 當初不是設定絕對服從實驗室的一切命令嗎 我再試試看 回去實驗室 並忘記剛剛的事情 在此同時也說出了當初設定的密碼 沒多久 曠倫覺得頭痛欲臉 死景象如同被裝上金箍的 孫悟空並且唸的咒 密碼確認 51號命令成效 他的腦海回盪著布雷爾博士的失眠 啊 給我滾出我的腦袋 這實際上是個指令 博士把它設定成不服從都不行 啊 可惡 就差那麼 一波 我會讓阿開死的情人節 不足 一切代價 而且 他居然 有讓文求 落上了氣息 系統感覺到自我反抗的意識越強 決定切斷自我控制連結 此時的痛倫正與自身的系統對抗 努力的想壓過系統的支配 啊 不足 我的腦袋 一旁的情人節 看到後頭的風扇 越轉越快 沒多久 卻沒了動靜 一次是奏效了 認著幹什麼 快回實驗室啊 你容了 我都說拒絕了 我不敢相信你居然克服了指令 可況是那麼破碎般的意志 你身上有破了少年的氣息 初年級 你最好衝刺招來 否則 眼前的狀況 自己如同是熱鍋上的那隻馬里 因被骷髏少女瑪莉握著某個把柄 不得不在他底下幹些勾當 康狼也忍上了氣息 可況他體內 有著人造的骷髏少女之血 八成是血的反應 說不定有我不知道的事 今晚 在大教堂碰面 我們到時候來趟小實驗 當然呢 如果有骷髏少女 也知道喔 碰倫是免寵的答應 當然呢 也是為了報復 途中 竟然意想不到的遇見了曾經的朋友 飛 我想不起來 記憶的痛苦使得他出手 但這不是在菲莉亞的故事線上 所以可想而知是另一種結果 而使得通常開始猶豫 這真的只是意外的遇見嗎 沒人知道 之後沒多久 就抵達了復畢約地鐵 情人節開始重新輸入密碼指令 實驗品084 我們引你回實驗室 你那一套已經不管用了 全人節 我已經自我掌控了 實際上 這一切在全人節的意料之內 他認為這一定跟體內的骷髏之血有關係 所以才把他帶來 真是驚喜 這兩者都有著共鳴 越是靠近 心靈的能量越是強大 如同某種磁場 啊 實驗結束了 你的命也該結束了 你也為此付出代價 但他不曉得這裡可是誰的地盤 情人節小姐 讓我們重新啟動這個失敗蘋果 順便教教他 音化田 雄女雙行 早已暗內不足 變形成醜陋的怪物 在一旁虎視眈眈 不 我親自處理 畢竟他是我的傑出 我內外都煩了你在跟我說笑 痛倫一陣事後 飛奔而來 衝向了情人節 情人節可是受過專業訓練的殺手 而且不論醫術或是技術都是最頂尖的 但結合了仇恨 骷髏少女之血 在生化人 卻超過自己的想像 沒多久卻敗在自己作品手上 好了 你贏了 你可以去找骷髏少女了 他就在這個地下墓穴 你又想刷什麼可笑的把戲 而且我憑什麼聽你的 你不想要自由嗎 你不想要回去過那平凡的日子嗎 只有結尾他這條路 情人節也告訴他 之前美利奇綁架他的經過 被他所救 但布雷爾博士認為他能夠完成他的實驗 無奈之下只好交給博士 實際上 骷髏少女瑪莉控制了情人節 但現在的狀況正好可以讀一把 無論最後怎樣 他都能擺脫一種無形的束縛 他衝往地下墓穴 骷髏少女瑪莉早已等候 呃 我要毀了你 瑪莉這時 冷淡地回答 真有趣 人的邪惡把你改造成野獸 你擺脫了他們的控制 卻又聽了他們的話 我的選擇你別管我 開始的情人節 不累了 給我做生那玩意了 不管怎樣 只剩毀了你這條路 看來沒有其他選擇了 戰鬥號角已經響起 瑪莉的大軍人隨之梳醒 那是野獸 奉陪到底 奉龍根本不管有多少小螺螺 理智能量衝向瑪莉 但瑪莉不會那麼輕易就被解決 不過 奉龍光是想到那些令人憎恨你痛苦的招力 管他是天荒老神 而殺物入 當刀的運轉身持續了許久 仇恨最終獲勝 仇恨最終獲勝 骷髏之星飄在他的面前 我可以讓你重新來過 甚至變得更美好 奉仁哪聽得盡這種廢話 二話不說 摧毀了骷髏之星 我聽你了 誰都別想再控制我 這只是假象 你改變不了什麼了 痛倫回到了原本的家 很想回到父母的身边 但父母却畏惧这个曾经是他们女儿的怪物 吓得叫他滚出去 这也许在他的意料之内 真的无法改变 随后脑中传来了布雷尔博士的呼唤 痛倫 回到实验室 有实验该进行了 这一刻开始 他决定摆脱所有控制 走向复仇这条布归路 哪怕是成为骷髅少女 你 就是 下一个 实验 结束 以上 痛倫的故事相较于菲利亚真的就有点悲催了 充满着悔恨与痛苦 以及愤怒 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听过 或许你看过一些作品 他不常比较复仇不能解决任何事情 但真的可以解决心中的那一份不干 至于他的代号是由英文 痛苦与风车这两个单字所组成的 然而他体内的人造及整体 充满坚持的盖伯尔格 名称是来自于爱尔兰神话的千极四肢枪 又称为死亡之矛 有海怪的骨头制成的 至于帕尔驱动是源自七十二柱魔神的帕尔 是个恶魔首领有着石头马身 这官方有暗示 在菲利亚的结局中 痛倫成功变回正常人 他的大提情香 最后是装着那个系统 是不是令人出乎意料呢 以上便是痛倫的介绍 妇罗少女的角色结局都有好有坏 之后都为各位一一的呈现 敬请期待 我是安德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